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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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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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甜甜说我们家这片花是一个顾客送的 当时那孙子一脸的不败好意 我就觉得这里边一定有猫腻 大眼妹说我在任何资料里都查不出这种花来历 它究竟打哪来又准备到哪去呢 小甜甜说这种花一定来自外太空 并且通过接触或者气味进入我们的体内 打乱我们的基因然后再重新组合 大眼妹说姐妹再想一块去 我得把这玩意拿到实验室去换一换一换 哎呀 这小甜甜真是太牛白了 这种水平还开什么澡堂子 直接就国家科学院了 由于事态越来越严重 胡子哥给政府的很多部门都做了通报 但遗憾的是 这些部门的人都已经被复制了 到了后半夜 几个人刚睡着 外星职务就开始对他们进行拷费了 幸亏这小甜甜机灵啊 把胡子哥等人及时给叫醒了 胡子哥急忙打电话报警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 那帮警察也都已经成了外星生物的傀儡了 几个人正商量对策的时候 大批的复制人突然就杀刀 接起来是一场追逐戏 几条漏网之鱼如丧家之犬 开始顾头不顾定的逃命 这四位跟没头的苍蝇似的 跑着跑着就跑进了一条死不痛 要说这大眼哥确实是挺多意思 关键时候主动跑出去吸引敌人注意力 夫唱夫随 这小甜甜自然也就跟了过去 转场之后 胡子哥和大眼妹摸到了培育窦夹职务的基地附近 发现每个人手里都抱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窦夹 两人正瞎琢磨的时候 忧郁叔带着炮灰哥和已经便衣的大眼哥等人突然出现 忧郁叔二话不说 上去就为胡子哥和大眼妹各打了一针帮助睡眠的药 忧郁叔说 你们马上就要进化成一种新的生命形式 一觉醒来 什么羡慕嫉妒恨的全都不存在 趁着忧郁叔和大眼哥放松警惕的时候 胡子哥和大眼妹来了一突然袭起 当时就把忧郁叔和大眼哥给做蒙敏敏 不过两人在逃跑的过程中 大眼妹不幸扭上脚踝 胡子哥把大眼妹藏在了草丛里 说你在这等着 我去前面猜得点 胡子哥跑出去瞎溜达了一圈之后 回来一看呢 发现大眼妹已经睡着了 而且咱妈叫也叫不醒 大眼妹这边刚领了喝饭 她的副制品就出现了 胡子哥一看 意识到也没什么可留恋 急忙虚晃一招撒得了 转场之后 胡子哥来到了培育窦夹的基地 利用自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能力 很快就把这个基地给捣毁了 第二天一走 胡子哥倍儿精神的出现在了广场 哎 不对呀 头天晚上忧郁叔给他打的那一阵 助睡眠的药怎么没有一点的了效 就在这哥们瞎溜达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在后面叫 他回头一看 原来是肉网之鱼小天田 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 原来这胡子哥也已经变异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语 外星人是真可气 总来地球搞猫腻 就算一时得了城 到了还得嗝的屁 G道超市 Andoricia PM ここ 等